鼻梁斷了 被紗布緊緊纏繞 臉上滿是挫傷 甚至還爐內出血 歌手江明學 11號才剛從家裡出門 要上藝人白冰冰主持的節目 途中卻不幸發生意外 我第一次這樣 我想起來我要去哪裡 而且我這禮拜 下禮拜都有活動 不知道怎麼辦 昏迷了20分鐘再次清醒 人已經躺在急診室 講起話來十分吃力 努力想要迴響車禍當下 卻什麼也記不起來 對生命中的恩人白冰冰 滿是虧欠 57歲江明學曾是唱小歌手 後來選擇退出主流樂壇 拿起麥克風大佔歌唱功力 再大的舞台都不卻唱 離開演藝圈後 曾到民歌西餐廳演唱 2004年考到證照 開啟街頭藝人生活 5年後選擇到朋友的燒肉店打工 同時也繼續創作 第一次上恩人節目 卻遇上交通事故 江明學不斷對製作單位 飆搭愧疚之意 經驗精神令人動容 也承諾一定會努力養傷 回到最熱愛的舞台 接著台北綜合報導